大家好,我是来自迎联风险控制部风险监控服务中心的周浩 很荣幸的今天参加由迎联风险控制部风险监控服务中心和支部学院联合主办的2020年迎联网络风险防控进阶培训第二期 今天我主要和大家交流和探讨的主题是支付风险形势分析现状挑战与对策 接下来我就开始我的汇报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前支付风险的现状与形势 首先是宏观和监管的形势 19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把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 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整个宏观经济对支付业务的发展 以及风险防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9年全年的GDP增速稳定在6.1%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20年上半年GDP下降1.6% 当然这里面一季度下降的最多 二季度略有上升 由此我们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风险 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 再看支付监管的形式 中央和监管部门更加重视制度完善 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特别是数字化转型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都更加关注全面风险管理 持续加大了对收单业务、账户管理、资金受信、资金流向 等全业务领域的风险整治 特别是近期 银保监会首次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 管理暂行办法 这个办法我也认真地学习了 主要的都是在说风险管理方面的要求 和风险防控方面的要求 特别的具有整体性 也对于模型管理、风险、防范、系统等一系列的内容 做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当前由于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赌博、履禁不止 国家多部委联合 不断加大对上述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防控力度 依法重重处罚 为不法交易提供资金支付结算的从业人员和平台机构 在说完了整个的宏观形式和监管的要求之后 我们看一下支付风险的整体风险状况 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新需求 风险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并呈现一系列新的变化特点 从风险所在缓解看 从传统的线下POSATM发生的风险 快速向移动互联网线上渠道 以及境外渠道迁移 从资金交易的环节 如POS的消费、ATM转账 向开户、网卡、交易、转账等业务的全链条全方位渗透 特别是银行推出的金融类的APP 也成为了黑产集团轮番攻击的对象 从风险设计的类型看 以七大风险为主 向七大、信用、合规等各类风险交织并存发展 尤其是合规风险、日趋凸显 非法交易在对工业务、中小银行 和不同的支付场景间引力逃窜 给防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三是黑产攻击的手法 从个体作坊式的攻击 向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和国际化犯罪演变 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不断加大 四是风险影响的范围 从单纯针对右产品 向针对产品、人员及系统等多因素组合转变 系统安全与道德安全、道德风险越来越需要引起的关注 我们在接触一些风险案件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有一些吃卡人恶意否认自己的不法的交易 例如套现交易、例如一些失窃卡的交易 给风险防控的赔付带来了一定的干扰 五是数据应用的困境 随着数据隐私安全和智能风控应用的发展 一方面我们要大力保护个人的隐私 加强数据安全的保障 另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据 通过大数据技术来训练模型 通过智能模型来提高风险防控的精准度 但是在两者之间如何既又符合监管要求 又能够支撑业务的发展是一对矛盾 所以风险防控 特别是大数据风险防控 以及外部的数据合作也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当前隐私计算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的热点 具体看 特别到支付业务 银行卡业务 步入了存量经营 精跟细做的调整器 风控能力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一 因为我们对商业银行以及支付机构做了一些调研 从他们的交流和反馈当中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 从事支付业务 特别是从事支付创新业务 风险防控不仅仅是一道门或者是一道砍 更多的是要能为业务的发展提供利器 提供发展的可行性的保障 所以我们分析了四个方面的风险 第一是欺诈风险 对于不同类型的新型的欺诈手法 如何提高风险监控识别的能力 有效降低损失的发生 也挽回生育的风险 第二是信用风险 对于商业银行 目前不仅是信用卡业务 包括零售信贷业务 包括小微企业放贷业务 都面临信用风险评估的问题 面临商户和用户的共赞 新型的套现 以及互联网产品 包括化位戒备 这样的外在的挤压 所带来的一切的挑战 迫切需要在货客环节 在代中精细化管理环节 有更精准 更多维的风险评估工具来支持 三是合规风险 为了防范前面提到的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赌博 这样的重大合规性的风险 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风险监测 分析体系 特别是能够识别不法的交易 最后是联防联控 针对全方位全链条的风险攻击的态势 不同的银行之间 不同的支付清算机构之间 不同的支付机构之间 以及不同的行业商户之间 以及监管 不同的监管部门之间 都迫切需要完善 信息共享与联防处置的工作机制 具体的到信用风险 我们可以看三张曲线图 第一张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 大陆地区待机卡发卡量 达10.4亿张 我们看到曲线的同比增幅和环比增幅 都处于近期的历史低位 右边这张图 据不完全统计 2020年一季度末 截至卡不良资产余额 逾期90天以上的M3加 为1769.91亿元 同比增长也属于高点 特别是增幅 较去年同期快速上升 第三张图是 据不完全统计 2020年一季度末 截至卡不良率 逾期90天以上的 为2.49% 截至卡不良率 与其180天以上的 为1.48% 环比已经上升了 超过2.6% 那么这方面的数据呢 是我们据迎联统计的一些信息 更多详细的信息呢 建议大家也参照人民银行发布的 支付体系运行报告 那么我们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二季度截至卡的不良率 数据统计完以后 我们会预测 会继续的攀升 应该说信用风险的形势 非常严峻 也不容乐观 第二个呢 是合规风险的状况 我自己呢 做了一些统计和分析 近5年 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 一直加大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的要求和处罚力度 特别是对于违法违规的商业银行 包括总行及分支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 及相关的从业机构 依法处置 遏制行业高发风险 维护市场秩序 截至2019年底 累计罚募金额近7亿元 我也特别关注了人民银行 在支付清算论坛上 每年的发言主题 分别提出了要把握监管和创新 平衡安全和效率 匹配开放与监管 监管严监管常态化 以及严格控制各类交叉性风险 的一系列的核心的监管的要求和原则 那么这里呢 列举了一些自2016年以来 到2020年 总行正式发布的 与风险防控相关的通知文件 当然也包括一些征求意见稿 其实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相关的技术标准 以及一些检查的通知 由于篇幅的原因 不一一列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监管部门在近五年 通过文件监管要求的方式 对整个支付行业的风险 提出了非常明确 和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是第一部分 下面呢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支付风险防控 面对挑战 我自己呢 做了一些整理 支付服务主体 主要包括呢 支付清算机构 商业银行 收单机构 以及呢 相关的参与方 包括像二维码的应用服务方 聚合服务提供商 以及呢 金融科技 特别是支付科技的提供方 这样的一些主体 那么支付主体呢 其实当前面临的 七个方面的 不同的程度的挑战 第一呢 是合规履职 前面我们也提到 合规的要求 非常的全面和细致 那么在合规履职方面呢 我们想举一个例子 2014年 上海银保监局 提出了刚性扣减的要求 所谓刚性扣减呢 就是对于客户放贷 要遵循一个总额度 那么在总额度的框架下 对于已经放贷的内容 要进 这个金额 要进行扣减 比如说 一个客户可以给他 恒定放贷 50万元 但是呢 其他商业银行 包括 互联网的 这个放贷平台 给他放贷了30万元 那么就要 从50万元的 这个总额度里 扣掉30万元 已知的 放贷额度 那么只能在剩下的 20万元的范围内 对他进行奉行评估 这就是上海银保监局 提出的刚性扣减的要求 但是呢 在整个监管要求提出以后 部分商业银行 单纯追求业有发展目标 会按要求 进行信贷审批 对于收入未达要求的客户 过度受信 所以呢 在2019年7月 上海银保监局 对有关银行 的上述行为 进行的行政处罚 特别是前面 提到的2020年7月 新发布的商业银行 互联网贷款 管理战型办法 更是要求 将互联网贷款业务 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确保互联网贷款业务 发展与自身风险偏好 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 所以 我觉得 在合规履职方面 面临的 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 应该是前所未有 刚才仅是以 信用 信贷的 钢性扣减为例 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难度 特别是在平衡 业务发展 与风险防控之间的 关系 上面面临的挑战 第二是具象的看 包括 账户管理 交易监测 信用评估 身份验证 技术风险 我逐一来解释一下 账户管理方面 随着 支付账户的创新 包括 借记卡 二三连账户 也包括了支付账户的创新 不法分子 特别是犯罪分子 能利用个别银行账户的 管理缺陷 与技术漏洞 由组织的 集中的申请了一批 个人账户 或分散的买卖 出售个人账户 用于非法资金转移 涉及到 犯罪 涉及洗钱 涉及一些非法交易 形成了实施犯罪的 账户链 与资金链 前段时间 人民行也要求 银行对账户 包括个人账户 以及单位结算户 进行全面的排查 特别是分析 一人多卡 一人多账户 以及一些 非法账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犯罪分子 利用个别银行 在二三连银行账户 企业银行账户 远程开立验证方面的 技术缺陷 以及系统问题 批量进行验证与开户 远程实施犯罪活动 对于单一的银行来说 由于在账户管理方面 存在的一些缺失 对客户身份的识别 存在的不足 所以导致了风险的蔓延 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接下来是交易监测 犯罪团伙利用 窃取的支付账户信息 与短信验证码 在境外高危国家和地区 的商户进行恶意盗刷 不同于之前的维卡交易 随着移动支付 移动业务的发展 犯罪团伙在盗取信息后 先后尝试 虚假申请 即在手机APP中绑定 支付账户 在恶意盗刷 并且犯罪手法不断的变化 较为隐蔽 给传统的基于规则拦截 或者规则预警的方式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因而银联以及商业银行 也在不断的运用风险大数据 开展用户行为分析 交易位置分析 建立覆盖移动支付交易 全流程的风险监测手段 同时还在提升 风险态势感知 以及实时量化决策的监测能力 近期我们也在研究 基于暗网数据 挖掘信息泄漏的源头 分析潜在的黑产团伙 从而从防范 犯罪个体到防范 黑产团伙 这是商业银行在 包括磁蓝机构 在支付交易监测方面面临的困难 越来越面临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犯罪的形态 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 更多的是一个黑产团伙 第三是信用评估方面 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刚性扣减的要求 以及信用评估在额度管控方面面临的难题 同时受宏观经济下行 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交叉影响 银行零售业务与信用卡业务的不良贷款金额和比率 不断上升 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问题较为严重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高贡债的客群的低偿还能力 成为银行信贷业务的输入性风险点 银行迫切需要加强对于贡债人群的识别 区分和管控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 像微信蚂蚁科技 他们也用了一些大数据的方式 进行从事的互联网的放贷业务 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的评估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使得商业银行在面临高风险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风险能力作为支撑 更好的去挖掘增量的客户 管控增量的客户 紧接着是身份认证方面 身份认证方面 其实也是跟整个的数据安全相关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 在账户管理的时候要开户 在信用评估的时候 要对个人的信用数据进行分析 还涉及到一些外户的合作 那么都需要进行一些身份的验证 那么身份验证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的方式 从传统的基于密码 基于网银的key 基于数字证书 向多因素的身份认证 特别是身无特征的身份认证 在转变 那么公安部也以互联网加可信身份认证平台 核心技术为依托 建立了权威安全可信便捷的 网络身份认证体系 推出了互联网上可以使用的网证 以及EID这样的数字身份技术 也同时正在促进网络电子身份的国际护人 同时我们也看到生物特征识别作为用户身份信息的重要要素 一旦发生泄漏或遭到非法攻击 不仅会严重损害用户的自身利益 也对生物特征识别的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特别是近期很多的研究论文都在研究 如何分辨用户意愿的真实性 实现从10人的认证转向10亿意愿的认证 这也是面临极大的挑战 最后一个具象是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其实既包括支付信息泄漏带来的挑战 又包括用户隐私保护对智能模型带来的挑战 支付信息泄漏当前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原先在自助取款机ATM上安装侧录装置 获取少量的单点信息 到黑客攻击存有系统漏洞的商户 或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系统 批量获取信息 再到攻击手机APP 获取个人的全套的信息 并在互联网及暗网上出售 使得侦测分析的难度加大 迫切需要基于互联网与暗网的多重风险情报分析 基于生成学习模型等智能技术 提高分析的覆盖面与准确性 便被动响应为主动预警 特别是数字化时代下 数据成为重要的要素 也成为企业驱动经营决策 提升运营效率的重要资产和战略资源 但是受到隐私保护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 如何打破数据孤岛 促进共享学习 共享模型训练 平衡隐私保护与数据应用 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最下面底层的是技术风险 很多时候我们对技术风险的关注度 从业务发展的角度会相对略少一些 但是由于风险防控 本身就依赖于很强壮的系统和模型 所以技术风险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发现一些技术的缺陷 以及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较差 使得大规模应用成为了极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算法方面 以及数据的清洗方面 如果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 会导致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决策 存在极大的风险 如果未来我们的风险防护系统 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模型上的 但是人工智能系统在实际运行当中 由于设计不当 或者安全防护不够 被攻击者利用 将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举个例子 目前我们在人脸识别 在场景识别 以及自动驾驶方面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黑客攻击了人脸识别 和驾驶识别的 场景识别的控制器 那么使得不法分子 可以进入汽车操纵 也使得汽车 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上 错误地将山路 湖泊识别为正常的道路 使得发生了一些自动驾驶的货车 的一些碰撞和交通事故 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第三部分呢 是我们选取了一些有典型性的案例 和大家能做一个交流 那么同时我们也就 这些案例呢 提出了我们的防控对策 那么由于风险案例呢 带有一些的保密性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呢 我们选取的案例呢 做了一些脱米化的处理 同时呢 也选取的是一些相对时间 靠前的一些案例 第一个呢 是二三类户伪茂开户的事件 那么我们发现呢 不法分子的 在一种情况下 他会冒用他人信息 办理信用卡的附属卡 通过拉人头赚外快的方式 又使持卡人虚假申请办理 其名下的信用卡负卡 是由持卡人本人去办理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负卡资料由不法分子提供 持卡人呢 需要提供短信验证 付卡办理成功后 不法分子呢 再利用电子银行 和支付类的APP 绑卡以后 在短时间内 开通其他商业银行的 多个二三类伪茂户 那么这个被开立的 二三类伪茂户 就成为犯罪分子的 支付的工具 第二种情况呢 是单位结算卡的 账户验证交易异常 我们监控发现 个别银行的单位结算卡 出现的账户验证交易的异常 具体表现呢 在于同一张卡 使用不同的手机号 不同的身份证号 不同的姓名 进行频繁的验证 利用呢 系统的漏洞 尾帽开立多个 二三类伪户 那么我们提出的 防控建议呢 是各个银行 要加强对于 二三类伪户 开户业务的管理 要强化业务规范 和技术安全检测 做好风险监控的 预警机制 包括加强对于 信用卡 附属卡 单位结算卡 等卡产品的实名制管理 并控制单个组卡下 附属卡的数量 不得简单的提供 单纯的 无场景的信息验证服务 第二是 银行在二三类伪 开户验证业务中 应严格遵守 清算机构 技术规范和业务规则 使用专用开户的验证通道 验证行准确发送验证请求 被验证行 应核对验证信息 并准确地反馈验证结果 规范健全业务的管理 第三是 银行要着眼于未来 从规范业务管理 建立专用通道 提升监控能力 完善运作机制等方面入手 持续完善二三类 账户风险监控模型 建立可疑账户的信息通报 尾茂账户排查反馈 及风险事件的报告及处置机制 共同做好二三类账户风险防护工作 尽管这个案例出现在 2019年上半年 但是在近期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区域行行 也出现了类似的风险 它的二三类账户的业务 也存在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 尾茂申请信用卡事件 那么大家知道 信用卡的额度 是信用卡很大的价值 所以如果信用卡被尾茂申请 就意味着银行的额度被套用 那会带来潜在的一些 信用的风险的问题 那么一种手段是 利用银行在线生卡的 这样的政策 或者说是便利 尾茂地去申请信用卡 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 持卡人的身份证件等相关信息 甚至诱骗持卡人 完成人脸验证的方式 去办理多张银行的借记卡 再利用借记卡的验证 账户验证的结果 去开办信用卡 那么这对于很多中小银行来说 是一个警示 第二个是新型的一些申请方式 包括一些批量申请的一些工具 那某银行发现某批网声渠道的 期待率较高 进一步分析发现 该批申请件预留信息几乎无效 预留手机号也无法接通 而且它手机号的归属地 和账单地址的差异较大 往往注册的时间带有一些集中性 初步判断的是系统提交 这样一种手法 其实让我也联想到 近期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49号文 是关于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 资金防控的核查要点 这里面也提到了 在商户另外一个领域 在商户管控当中 也存在很多的批量的集中性的注册 以及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也出现一些非正常年龄段用户 比如说老年人 比如说学生 集中申办的这样的情况 往往都是虚假的申请 第三种是员工的道德风险 那么这里有个例子 丁某任某银行支行行长期间 对于一户存在企业贷款困难的一个客户 为避免风险 以丁某与你某商议 为你某的亲友办理的信用卡 去从事套现业务 并且办理的多张百余张信用卡 那么基本的都是提供的虚假的证明 这里面我们也发现在去年 有一家省级的区域性银行 它的银行员工偷取了 窃取了用户资料 利用客户的信息 申办信用卡 并且将信用卡拦截 属于魏达卡的一种风险 其实既属于伟贸申请 又属于魏达卡 从而使用这些信用卡 去进行套现 最终被银行发现以后 由于套现的资金 用于网了赌博 使得银行损失了数十万元 接近百万元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第三个案件是 信用卡带还平台的套现情况 这个在去年 也是引起了产业行业的关注 监管部门和银联都采取了 很强硬的措施 要求收担机会关闭 代还平台 以及暂停代还业务 那么代还平台一方面 暴露出的是套现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 也会涉及到信息泄露 因为往往代还平台的软件和APP 它的系统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较弱 容易被黑客盯上 容易被黑客攻击 那么黑客攻击了以后 就将这些卡片的信息贩卖到网上 然后被黑产团伙组织利用 从而在境外的一些网站上发生一些欺诈 那么给持卡也造成了欺诈损失 给银行的风险防控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最后一个是网贷 互联网贷款客户的一些信用风险的一些案例 我们举了两个 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 第一个客户 他有非常固定的一个网贷的行为 他在某个网贷的平台上面 他绑定了一张借记卡 每个月都有一些还款扣款的一些行为 但是扣款都是成功的 他的金额也是在一个区间内 基本固定在一个值 那我们分析出来他是一个网贷客户 那么这样的客户对于银行来说 如果说要对他进行放贷 或者说进行提额 那么应当是加强对他的贷钱的分析 以及对多维度的信息的验证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高风险的客户 我们称之为多头借贷 并且发生的逾期行为 我们是怎么分析 我们通过银联网络的数据 我们判定了他有多张银行卡 包括借记卡 包括信用卡 但其中一张借记卡较为频繁 而且他的交易主要就是网贷平台的扣款交易 我们从三月份分析到五月份 我们发现他在三个平台累计都有过一些借贷 并且从四月份开始陆续就处于逾期的状态 扣款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客户是存在一些资金短缺的情况 短期的信用的暴露风险比较高 风险较大 建议银行及时的能够判断 对该客户在贷钱如果是新放贷进行拒绝 在贷中对他进行及时的管控 以及有效的催收 那么以上是我们分析的支付风险防控的现状 趋势面临的挑战 以及我们选取的几个典型的案例和事件 和大家做了一些交流 那么借此这个宝贵机会呢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我也想向这个收看的各位专家同仁 包括领导同事 也介绍一下我们明年这五年 在风险防控方面 特别是赋能与产业机构方面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去年年底到今天年初呢 我们整体梳理了迎联风险服务的九大方面 或者我们称之为九项服务 那么这九项服务呢 大家可以看到不光是产品 还包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制度标准 作为网络的运营者 作为平台的提供方 迎联的为支部参与主体提供的 例如二维码 手机闪付等创新业务方面的 风险防控指引 为收担机构呢 也提供商户真实性管理 终端安全性管理 特别是人民行对终端的遗迹 终端的位置都有一些要求 我们提供一些风险指南 这一项制度标准的服务呢 是我们的基础服务 也是我们连同各家商业银行 共同制定的这样的制度标准 第二项服务呢 是账户管理 因为前面提到账户管理 面临风险防控的挑战 当前账户管理 也被非不法分子所利用 从事非法洗钱 从事不法的活动 包括网络主博资金的转移 电信诈骗资金的转移 这项服务呢也是以基础性服务为主 同时呢我们也跟银行做了一些交流 特别是一些银行的数字零售部门 他们也非常关注自身的账户的管理风险 所以我们也据此提供了一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呢是验证服务 这里的验证服务呢 主要是指风险相关的黑灰名单的验证 包括呢七大的风险 信用的风险 以及合规的风险 特别是我们近期前面提到的 银联和公安部合作打造构建 可信数字身份核研平台 主要是解决与身份证号相关的实名 以及包括身份证号和人脸在内的实人 以及未来我们结合人脸的一些更多维数的 更多维信息的数字身份的验证 提供为产业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这项服务呢 既作为我们迎联自身业务的重要的支撑 也会面向产业提供解决方案 第四项呢是交易监控 交易监控呢 因为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交易监控的能力 以及呢掌握了很多的客户的信息 包括用户卡的用户 以及呢企业的商户 所以迎联更多的是在做好基础性防控的同时呢 我们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 我们以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形式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 包括我们的实时的评分 我们发卡端的风险监控引擎 收单侧的风险监控引擎 以及我们面向中小银行人员不足的困境下提供的代理监控的服务 从而提供风险实施决策 可疑交易风险 以及高风险商户识别等服务 这方面呢 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客户和基础 目前呢我们为80余家客户提供了交易监控方面的商业化的服务 也得到了各家客户的大力支持 第五个呢 是信用评估 信用评估呢 是近年来 特别是近两到三年来 整个银行在信贷方面 迈出的很重要的这个一步 原先的信用评估呢 往往是基于抵押式的贷款做信用评估 或者呢 是基于人民银行征信信息的信用评估 但是面向互联网贷款 以及面向现金贷等创新的业务 包括有长期的消费贷 这样的一些创新的业务 如何快速的提供一些信贷服务 是商业银行追求更多利润增长点的一个抓手 所以在这方面呢 银联也已经提供了像火眼天晴 包括近期我们重点打造的信用风险决策服务 基于画像技术 识别贷钱高风险人群 监控贷中的异常交易 并且呢开展贷后的风险处置 第六个呢 是我们的合规提示 随着呢 监管要求对于各家支付服务主体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把银联掌握的一些对监管要求的理解 以及我们从数据层面分析的一些交易流 资金流 信息流 等结果 向支付产业的参与主体输出 包括提供资金流向监控 电信网络诈骗 增测 批法交易 洗钱行为的分析 网络赌博 兼征测的一些合规风险的服务 包括呢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收单的产品里面 也在研究和试点 基于通过银联网络的AT交易 微信支付网交易的合规风险的分析 帮助呢 收单银行建立全面的收单合规管理 下一个呢 是信息安全 因为早期呢 我们迎联的风险控制部 风险监控服务中心 建立了账户信息安全的评估检测体系 也聘请了相关的检测机构 提供社会化的检测服务 同时呢 开展一些可疑信息泄漏点的侦测 包括犯罪守护法的基础攻防演练 未来呢 我们也想把信息安全跟风险防控结合的 这样的服务呢 更多的对外提供 包括提供基于暗网 情报信息的分析 溯源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再提下来呢 是联防处置 前面我们也提到 当前整个联防处置 也是一个行业的发展的趋势 我们正在打造新型的信息共享机制 基于区块链的信息查询 基于联邦学习的模型 共建 构建银行业 欺诈信用合规的风险指数 打造我们自身云产部的安全中心 为产业各方包括政府部门 和司法机关提供相关的系统和工具 最后呢是我们的交流培训 也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举办的网络进阶培训 好 之前呢我们都会以当面的形式 做一些交流 那我们的培训呢也是包括基础的培训 进阶的培训 高阶的研修班 还有高层的研讨会 以及我们的迎联风控产品的客户大会 让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交流 研讨和培训的服务 那么在整个的风险服务的 九大服务的整个框架下 我们又专门呢 面向产业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 我们形成了迎联风控体系 这样一张体系图 那么我们这张体系图呢 从2017年开始设计 到2020年呢 已经逐步成型 现在呢每个图里面的内容啊 都比较具体 那么从面向的客户角度呢 我们面向2B的 是商业银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 包括呢持牌的消费移用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呢也面向一些小B 包括呢我们的一些行业商户 我们呢其实也面向呢 2G 就是对政府部门 提供相关的一些分析和协作 那么从模式方面呢 我们既提供云端的软件 SaaS服务 也提供呢 系统接口对接 通过报文方式 通过我们传统的 转接清算报文方式 的一些系统 对接的服务 还有呢我们基于人工的分析 但未来可能是智能化的 机器人的这样的代理接控运营 最后呢我们再探索 咨询专家服务 帮商业银行打造本地式的 风险防空体系 从业务产品的风控产品的体系的 系列来说呢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反气大风险防控 在反气大风险防控里面 我们实现了实时的难解能力 准时时在一分钟之内 我们分析交易的风险进行预警 并且分层级的提示 这样的准时时的预警能力 在20毫秒内 我们通过实时风险评分 起到风险辅助决策 将该评分通过交易报文 传送给银行的能力 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体两亿的产品的 这个方式体系 那这个体呢是我们的核心 就是计量风险的评分 也就是我们说的实时风险评分 两亿呢一侧是发卡的监控引擎 URM 一侧呢是收单的监控引擎 ERM 那么计量风险评分呢 我们现在和全国性的银行 主要是国有大行合作 我们的URM和ERM呢 和不同类型的银行 以及支付机构合作 第二类呢是我们的个人信用风险防控的 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觉得信用风险防控是当前的热点 也是监管关注的焦点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专门针对团伙套现 和信用共在 以及消费能力 我们进行了数据的清洗 还原 建模 分析 以及量化 最终呢我们设计了整个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系列呢是风险数据认证 包括呢 风险黑灰名单 我们的评级的能力 未来呢还会增加身份认证的能力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提供一个叫做风险水晶球的产品 第四个系列呢是合规风险提示 主要是包括对网络赌博 对非法洗钱 以及呢 对于走银沿网络的AT交易的合规风险方面的提示 包括对于账户管理 二三立账户 根据监管要求来说 可以单向的提供一些功能和服务 最后呢是我们的服务能力输出 这里面既包括我们的司法协查 我们的风险补偿 也包括呢我们提供的培训 特别是未来我们要去提供的咨询的服务 以及我们的风险分析的报告 对行业的分析 风险指标体系的解读等等 那么我们基于的系统呢 包括实时的流逝计算 包括准时时的引擎分析 也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 我们现在在应用的是有监督的机器模型 未来呢还会应用到无监督的模型 我们会把无监督的模型 结合知识图谱 会解决一些团伙性的一些风险 那么我们还会去研究强人工智能 这样的一些前沿性的技术 把这些技术呢都应用在风险防空领域 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数据集市 数据支撑包括我们外部的数据员 包括司法公安的一些数据员 那么我们在相关的技术 以及数据的这个支持下 我们来支撑整个的风空的产品体系 那么具体而言呢我们也简要的 汇报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以及它的内涵 第一个呢是计量风险评分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产品呢 是完全对标于国际卡组织Visa 它的一个评分内的产品 那么我们呢也打造了英联网络的实时评分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主要是通过风险量化评分决策 帮助发卡银行 特别是大型的发卡银行 优化反其大实施决策能力 也适合呢 一些具有实时封控能力的 和相关专业人员的银行 那么这个评分就是 一个1分到999分的量化的分值 表明了交易发生的一个其大的可行性 并且呢在交易授权报文中 就无缝的触达到发卡银行 我们现在呢和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都有合作 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也正在合作 也帮助他们呢 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 能防范实时防范一些其他的风险 也获得了他们的好评 第二个呢是信用风险总和综合解决方案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没法去展开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两类标签 但其实我们的标签呢 远远不止这两类 我们主要是提供这两类 但还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标签 包括套线的和信用供债 那么基于这样的标签呢 我们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信用评分 这个评分呢 不光是普世性的一个分 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银行 不同消费金融公司进行定制化建模 输出一些个性分 输出特定场景的指向分 来帮助银行 帮助呢 消费金融公司去提升他的信用评估的能力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对于套线客群的分类分级 通过发卡的视角 它的循环套线的特征 通过代偿套线的特征 以及呢我们去研究支付机构 它在套线过程当中 它的一些特点 我们研究一些扬卡套线 研究一些高危的收担机构 或者支付机构套线 这样的一些行为 以及结合它的金额 我们做一些分析 对于信用公债呢 我们梳理了网贷商户池 我们分析它在网贷商户池上的一些卡片的 这个还款的信息 借款的信息 以及余期的这个信息 并且呢我们会分析 它在余期情况下 它具体的这个表现形态 以及它共在的平台的数量 以及不同平台的差异 我们设计的数百个标签 那么我们也运用机器学习模型的 把这两类标签整合 进行的整个的信用评分 而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用了很多的技术 包括时间序列 模式识别 特征工程 有监督 图计算 知识图谱 有益分析等等 我们也用了我们迎联多个基础性的平台 包括大数据平台 包括智能模型训练平台 包括数据分析平台 包括我们的这个云平台等等 这样的平台 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也进行一些占领层面的合作 来提升了我们的能力 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风险验证的水晶球的解决方案 那么水晶球更多的是从数据的沉淀来提供一些对于非法账户 非法商户以及非法卡片的分析 比较适合用于商户的入网审查 客户的贷钱管理 那么作为第一道防线可以进行一些筛选 那么命中水添求的黑或者灰名单 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强的解释 来帮助客户判断是否应该拒绝 或者说进行进一步强化验证 最后是针对当前监管特别关注的 网络跨境赌博这样的一些风险 那我们提供的一篮子的解决方案 我们风险控制部多个团队共同协作 通过一些外部情报 我们自身的交易数据分析 以及我们人工的去收集一些网络平台 赌博平台 我们分析我们形成了我们的种子卡片 种子商户 还有我们的一些复杂网络的模型 包括我们也结合跟公安合作的 这样的一些线索 我们对收担银行的网络赌博的商户 可以进行很有效的分析和侦测 现在目前我们和信业银行为代表的 全国性银行 包括很多支付机构开展了合作 从数据表现看 我们帮它预警的商户 在实际的调查过程当中 基本都是属实的 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价值 同时我们还在分析商户遗迹 特别是条码的罗用 通过IP地址的位置信息 以及通过持卡人的藏在地 我们推测商户的位置 是否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跨境赌博 商户方面推出的一些解决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我的汇报就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和意见 建议都可以联系我 或者联系支付学院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谢谢 感谢大家